拜拜父母 感謝祢 當我們在這個時刻 我們就歡喜快樂 主願意一起來聆聽祢自己的話語 主藉著聖經向我們啟示 再一次 再一次 向我們說話 主願我們的心預備好了 領受祢自己的話語 主願祢自己也應該告祢自己的仆人 你讓他真的是借著從祢那裡來的話語 教導 引導我們 讓我們的心真的是能夠領受 並且也知道怎麼樣來醒出來 單單要討你歡喜 主我們願意做你可愛的孩子 做你聽聽你歡的孩子 求祢保守我們 保守我們的身心 我們要求告祢是奉主耶穌基督領求 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第九課 是啟示錄第九課 我們今天看的是啟示錄十九章下半還有二十章 那主題呢 其實十九章下半不是談千禧年 可是我也是把千禧年放在上頭 因為大家就知道啟示錄二十章是談千禧年 那這段經文說實在在教會的歷史當中 是蠻重要的一段經文 也是在現在在大家讀境中間 有大家很多爭論的地方 那我是今天是能夠簡介這段經文 我想不能把它完全解釋 可是我們有機會能夠多看 多了解它一下 有求其不同的觀點 那解釋一下 好 提一下大家 聖基的末世論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我每次都看這個 因為我們最近啟示錄談的就是 談到這段時間是談到末世論 那舊約的末世論把世界分成兩大段 第一大段是以前的這一段 那是外邦人的統治 對不對 我們記不記得以色列他們說奇怪 為什麼外邦人那麼強 外邦人他們是拜偶像 他們不是拜的真神 我們拜的是真神 那神要用我們這個國家 這個人民來祝福全世界 來治理這個世界 那為什麼外邦人強 這是不應該的 因此他們認為這個世界有問題 他們說有一天神要來 有神 耶和華的日子要到 之後呢神要掌權 神掌權呢 他會把耶路撒冷抬起來 他會把彌賽亞立起來 利用以色列 利用耶路撒冷 從那裡 托拉猶太人的律法 可以傳到全世界 是他們的觀點 那耶穌來的時候呢 當然他需要面對這個期待 他說你們搞錯了 敵人不是那些外邦帝國 敵人是撒旦 外邦帝國可能是被撒旦應用 可是他們不是真的敵人 我們要救的是救的是外邦人 因此我們這個福音要傳到猶太人 那要傳到全世界 對不對這個故事 那這個故事一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 耶穌一來的話 他就把這個新約的末世論 分成兩大段 兩段 等於說十字架是耶穌神的國度的開始 然後神的國度一旦開始以後 就會繼續下去 撒旦的國度繼續下去 一直到耶穌再來 就把這個停下來 這是新約的末世論 等一下我們可以更仔細的看這個圖 好不好 因為我們開始談到這個千十年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還是更仔細看這個圖 好 我們也提醒了大家一下 這個奇數的主題與結構 我已經開始談說 第一章到第三章談的是給七個教會的書寫 是孤立與警告 那七個教會在現在的土耳其 那時候我們就知道小亞西亞 他們受到了很大的壓迫 有些教會已經開始被受到壓迫 已經開始要離開了 有些教會他們為了堅持他們的信仰 他們把愛心放棄掉了 只注重把這個教導抓住就好 對不對 他們七個教會有不同的壓迫在他們身上 他們有不同的反應 約翰跟他們的鼓勵是呢 你們撐下去 因為神已經當王了 然後警告不要脫離 因為神已經當王了 那第四章第五章 我說是這個書的重要的一個地方 因為這是寶座的史 在天上的寶座史 神與羔羊的榮耀尊貴與權柄 那裡顯出來 之後呢 這本書就開始在不同的 在幾個主題中間打圈圈 地上的患難 然後呢 聖徒受難有的保護 然後神國的降臨 那 地上的患難呢 有可以分成另外兩個主題 一個是撒旦被摔在地上 另外或者是帝國 或者撒旦的助手 以及獸 的出現 你看看從六章開始 六章六個眼 然後跳到 聖徒受難與保護 第八章 有七個眼第一到四個號 然後呢 第五同號出現的時候呢 突然間有 星星落在地上 好像是有這個神 或者天使被砸下來的這種感受 然後第六同號呢 佑法拉里河的使者 這談得好像是巴比文 佑法拉里河 也有關係 然後十章到十一章 這邊聖殿 一兩位見證人 教會受的受的壓迫 然後第七號從神的來臨 然後對十二章呢 又重新開始 龍與婦人的故事 又是撒旦的故事 然後呢 龍攻擊婦人 婦人都有保護 又跳下來 然後再又回來一層 從海裡來出來的獸 這個獸是一個帝國 它是被這個龍應用的 龍給他的權柄給他 他要來壓迫 然後這個獸與聖徒作戰 從地上來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獸呢 迷惑是人 等於說這個龍 把他的權柄交給兩個獸 一個是海裡來的獸 一個是地上來的獸 然後最後我們又看到羔羊的勝利 再繞一圈 七個碗 一個是一到四的碗呢 就是地上的患難 然後第五碗 倒在獸的座位上頭 第六個呢 和第七碗 是毀滅巴比倫 那我們上次看到呢 是十七章一節到十八章十九節呢 看到巴比倫的淹夫被毀滅 這就是這個獸 然後呢 羔羊的婚期 十九章一到十節 我們今天要看到 今天要看到 又是 今天要看到的是 神要來臨 然後回到這個地方 因為獸已經被毀了 今天要看的是龍要被毀 然後呢 要看到一千年 可是這對 都卡在這裡頭 那一千年也是關於龍被毀的故事 我們今天看一下 所以就記住這個主題 一直在繞 一直在重複性的 他的一些主題 我想提醒大家 我們上次看到一些特別的經文 關於這個 關於這個 帝國 龍為什麼用帝國 來攻擊這個世界 攻擊 因為帝國 尤其是一種大國家 他們的國家的這種主義 他們重點是呢 是 得到更多權柄 因此他們要 他們應許人民治安 大家會挺他 他們會引誘這些 這些強者 希望他們能夠來加入這個帝國 然後這些帝國呢 會擴張他們的領域 宣揚自己的雄壯 等於說把 等於說我們每個大國都會有自己的神話 對不對 我們國家是怎麼樣起來的 然後怎麼了不起 對不對 我們宣揚國家的權 很圓餅 很榮耀 只是代替神的地位 有很多人 你說實在 說實在 我看到像美國現在小孩子們 上學他們去說什麼 他們說 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他們發誓 宣誓怎麼樣 Elegance 什麼反對 宗誠 宗誠 向國旗宣他們的宗誠 那我說 一個基督徒 應該向誰宣忠誠 是像耶穌嘛 耶穌是我們的王 所以說我們現在像一個國家權 像滿有權的 這個國家和神的這個關係 是一個問題的關係 你知道 有些人身上 有些人國家代替神 有很多人國家代替神 為國家而死 對不對 我們是為國家而死 這種態度造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帝國的基本性是反神的 他們外表很美 可是隱藏惡行 傷害無辜人民 歷史上的大的帝國 大部分都自己毀滅 OK 這是我們上次看到的 那我們今天 我們只是提醒一下大家 從上次看的最後經文 我們繼續下去 我們上次看的是 一個慶祝羊羊羔的 羊羔的婚期 我們要歡喜快樂 把榮耀歸給他 因為羊羔的婚期到了 他的仙娘也自己預備好 並且有光潔的喜馬衣 賜給他穿上 這喜馬衣就是聖徒的異形 天使對我說 你要寫下來 被邀請羊羔婚宴的人有婦了 他又對我說 這都是神真實的話 我就伏伏在天使腳前要拜他 但他對我說 千萬不可以這樣 我和你以及你那些 成為耶穌做見證的弟兄 都是同做仆人的 你一定要敬拜神 因為預言的經意 就是耶穌的見證 好 這個地方 耶穌來了 羊羔的婚期到了 他們準備好要婚姻 這個婚姻是代表 神與以色列的故事 也是神與教會的故事 這是一個 這個婚姻是一個比喻 我看 那 從這裡 我們開始看到十九章第十一節 突然間 馬上這個主題換掉了 你看這個詞 我觀看的時候呢 它的意思通常是一個新的意象出現 對不對 新的意象出現 又開始一個新的意象 我觀看 但見天開了 有一匹白馬 這個不是新郎來了 這個故事要換掉了 這不是談新郎 有個新郎騎著白馬來 沒有 你那個沒有 這個故事已經換了 因為這個是另外一個意象 有一匹白馬 那騎馬的稱為忠信和真實 他按著公益審判和作戰 他的眼睛好像火焰 頭上戴著許多皇冠 他身上寫著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出他自己沒有人認識 他身穿一件清過血的衣服 他的名字稱為神的道 這是誰啊 這個白馬是誰 通常你們記住說白在騎士裡頭 但是有一個純潔的意思 好像一個 尤其一個基督徒 一個信徒 他經過很大的壓力 他保持他的信心 就算他有這個白色的這個意思 他也穿一個白色的衣服 你說這是一個經過受難 而過去而保持忠誠的人 他這個白的意思 這個地方呢 有一匹白馬 那騎馬的人稱為忠信和真實 這個地方 我想象徵性的是談是 這個忠信和真實 是談神的忠信 OK 神 他應許了要審判 要做到 他會做到 這個騎馬的人 他按著公益審判和作戰 這個其實不是很大的問題 我們審判他是公平的 他作戰也是公平的 他照著公益 他照著該做的作戰作戰 那我們談作戰 公益的作戰這個概念 比較困難一點 對不對 我們談作戰 怎麼是公益的 為好人作戰 你知道嗎 你怎麼樣 怎麼樣做得到 這是一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騎馬的人 他作戰的方法是很特殊的 看這個方法很特殊 我們把它看到 這裡談到他的眼睛 像火焰一樣 這個詞在二章十八節已經出現過 寫信給那個 推雅推拉教會的時候 他寫信給那個教會 說神的兒子 那眼睛像火焰 兩腳像光銅的這樣說 我知道你的行為 你的愛心信心 浮屍和忍耐 以後也知道 你以後來所做的 比之前還要多 然而有一件事情 我要責備你 就是你容嚷那 自稱是先知的婦人 耶喜別 教導和引誘我的眾仆人行年亂 吃寂過偶像的事物 就等於這個眼睛像火焰的這個地方 當然是談到這個人 他的這個眼睛能夠看透他們 對不對 能夠分別他們做的好的 也做的壞的 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這個眼睛像火焰 是一個看到這個教會 能夠分別 能夠審判 那這個地方呢 也是他眼睛像火焰 是同樣的概念 他是一個能夠審判的一個人 他也是一個王 他穿的是皇冠 對不對 他有個名字 是沒有人知道的 這個地方 這個概念從以撒亞書 六十二章出來的 列國必看見你的公義 眾王必看見你的榮耀 人要給你起個姓名 是耶和華親口指定的 這個要換名字 那你在耶和華的手中 要做美麗的冠冠 你在你神的掌上 要做君王的華冠 這又是約翰 又應用伊撒亞書的這個形容 以後的這個王的形容 把它拉過來 然後呢 這還叫一個新的名字 是耶和華立定的 這個地方蠻奇怪 這個地方說這個 這個名字呢 是沒有人知道的 就有人說這個 在舊約裡頭 名字與 名字還是親密吧 對不對 名字好像是顯出 他個人的性格 如果沒有人知道這個名字 表示他的真的性格 還沒有顯出來 這是第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呢 有些人以前談名字 它是有一種控制性 如果人家知道的名字 他們可以控制 比如說有魔術性 我可以用他的名字 我可以控制他 或者現在講說 我說雪靈 我打電話雪靈 我知道他的名字 那你就得有反應 對不對 比如說你知道的名字 可以讓一個人能夠 影響你 控制你 一部分 比如說這個名字 知道名字很重要 對不對 他這個 在這個古代的觀念 他這個名字沒有人知道 表示兩方面 第一 是沒有人能控制他 第二 他的性格還沒有顯現出來 我們看到他是獅子 我們看到他是羊 這裡我們要看到一個 騎白馬的一個將軍 對不對 騎白馬的羊將軍 他的名字是神的道 Word of God 這個是從約翰福音第一章 第一節 起初是道 起初是神的道 這個地方就出現了 他是神的道 這個字跟其他跟十五節 會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知道問題 他為什麼說他身上寫著一個名字呢 如果這個名字 除了他自己沒有人認識 他身上寫著一個名字 為什麼要出出這個 你說寫在他身上 可是沒有人看得見 看知道的 問題是你知道 問題在哪裡啊 這個身上這個字不在 在希伯來 在希拉文裡頭沒有這個字 而是 他 受寫的一個名字 那寫在什麼地方沒有寫 別人看不見 不知道 因為寫在什麼地方 反正沒有人知道就是了 你說寫在身上蓋起來了 沒人看見 對不對 可是他的意思是說這個人的名字 沒有看得見 一個是一個特殊的名字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名字 表示他 他還有一些性格沒有寫出來 還有更多奧秘要出來 看 這是他的這個意思 可是到底寫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 對不對 不知道 有些人寫在頭上 可是約翰明明看到了 是吧 要不他怎麼會這麼寫 他當然沒看到 因為看到他就寫出來了嘛 可是他大概是知道說他身上有個名字 至少是他就知道 否則他為什麼要寫這句話呢 對 因此你要了解 很多耶和他寫的東西 是不可能是他看到的 不只是眼睛看的 他也知道 對不對 因此他寫的東西 不只是完全是描述 OK 你說有些像 他的應用的這個象徵 他用這個沒有人 他用一個特殊的名字來象徵 這個 這個 談這個人的一個 這其實是象徵的 因此 有一個名字沒有人知道 是象徵他的 他的 沒有人能控制 也是象徵他 他還有一些性格沒有寫出來 是沒有人知道的地方 因此我們不太注重說 遺憾到底看到沒有 是不是太小了 遠看不見 顯得名字沒有人知道 不是沒有人知道 是我看不見 不是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 OK 那不是許他 他的名字是稱為 那是馬 他對他的名字 人家稱為他是 忠信和真實 沒錯 可是他還有另外一個名字 沒有人知道 只有他知道 十三節說 看到沒看到 對 對 約翰看到沒看到 看到沒看到 對 可是他名字又稱為神的道 你說他有好幾個名字 對不對 他又是忠信 又是忠信 又是真實 又是神的道 還有另外一個名字 沒人知道 對不對 他有很多名字 對不對 那你說耶穌的名字 真的很多啊 他又是奧夫人 又是奧夫人 沒有一個 他又是神的兒子 他又是弥賽亞 他又是高祭司 他的名字多得不得了 對不對 每個名字顯出 耶穌的另外一個性格 另外一個方面 他這裡說呢 其實你們談那麼多耶穌的名字 還有一個你們不知道 他還有更多 還有更多 還有更多 你沒有辦法抓住他 你沒有辦法完全了解他 還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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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這一段十三節 他穿過清過雪的衣服 是什麼意思 有些一看說 這是他耶穌受難的衣服 像比較更可能的 又是從伊撒亞書出來 你看吧 剛剛是62章嘛 這裡63章 一開始 他談到說 你的服裝為什麼有紅色的呢 你的衣服為什麼 像一個 踩 踩壓酒池的人的衣服一樣 你知道你們穿酒池是那種 他們把葡萄放進去 然後你就在那上面踩踩踩 把那些葡萄那些果汁全踩出來 對不對 那你的衣服一定全都是葡萄汁對不對 亂七八糟 髒稀稀的 全看起來紅紅的對不對 他們不穿衣服的 看那個臀 哈哈哈哈 光的身子啊 就是只蓋住那個 private 對對對 可是你的這個東西全 腳是要光的 可是你這個一定是完全是 你的褲子那個 那個robe一定是完全是葡萄汁 對不對 一定的 OK 那他的意思說 你看這裡他在那邊踹那個葡萄汁呢 然後他怎麼說 這其伊撒亞說呢 我呢 獨自踹腳槽 九槽 萬民之中沒有一人與我同在 我在憤怒中把他們踹下 在憤怒中把他們 踹踏 他們的血呢 健在我的衣服上 我把我所有的衣場都染污了 你衣服為什麼就紅色呢 是血 這是伊撒亞的問題 他們說你是不是在那邊 你在那邊 你的紅色是不是因為你在那邊踹 踹葡萄酒了 他們說其實不是吧 他們他們就血在 我在打擊那些世上的人的時候呢 他的血全灑在我身上 OK 那你說我說這段經文 他穿一件經過血的衣服 這地方是不是 是談耶穌自己受難呢 還是談這個 這個這個 伊撒亞六十三章二節 那我覺得說 比較可能是伊撒亞六十三章二節 因為你看下面 對不對 他們 用劍擊打裂鍋 然後呢看到呢 還要怎麼樣呢 踹全能神烈怒的鴨酒池 對不對 這個就是從伊撒亞六十三章 拉出來 這個概念在那邊踩這個東西 身上要穿著血 你看說 哇耶穌穿這個 他騎這個白馬 對不對 然後呢 他身上的衣服好像都是紅的 好像是 好像是紅的 哇這個螢幕好像不是很好看 就是把耶穌變成一個 一個霸王那樣的 那個殺人的一個霸王 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是一個 這個影像是一個 蠻 蠻 特殊的一個影像 我們不太習慣這個影像 OK 那這個將軍 我說他是將軍 因為後面還有人 天上的眾軍都騎著白馬 跟這個將軍一樣 將軍騎白馬 後面也騎白馬 他們穿著潔白的細麻衣 等一下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 之前細麻衣是誰穿的 十七章第八節 有光潔的細麻衣 是聖徒 他是那個新娘穿的 OK 新娘穿的是潔白的細麻衣 我們這邊呢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形象 這些軍人 他們騎著白馬 好像一個軍兵一樣 都在那穿細麻衣 那第一個問題要問說 奇怪 而第一點是 細麻衣這些人是誰 是天使還是 教會的 這是基督聖徒 這樣不是很清楚 可是有一點要注重 他們不是普通的兵 哪有軍兵穿細麻衣去打仗 OK 這裡要看一下 他們沒有形容他們 怎麼樣 帶著武器 去裝甲 沒有行這些 他們是穿著細麻衣旗的白馬 是他的軍人 他們每個人都戴劍嗎 都戴刀嗎 沒有 只有什麼呢 有一把利劍 從他一個人 前面的齊白馬 口中吐出來 他要用這劍擊打烈國 他必用鐵杖治理他們 並且還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鴨九池 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 寫著萬王之王萬族之主的名號 又有另外一個名字 加上去 他寫上這個名字 他有這個名字 這邊另外一個名字 還有寫上萬王之王萬族之主 OK 你看 那我們現在要了解一下 從口中吐出來 這個利劍是什麼意思 從哪裡來的 伊撒亞書 十一章一節 這時候談到 從耶穎 就是那個 大魏的那個家族 大魏王家族 的書竿 必出生一根嫩芽 從他的根而出的枝條 必結果子 耶和華的靈 並停留在他身上 就是智慧的靈和聰明的靈 謀略的靈和能力的靈 知識的靈和敬為耶和華的靈 他必以敬為耶和華為樂 他不憑眼睛所見的施行審判 也不憑耳朵所聽的斷定是非 必要以公益審判 公益審判對不對 公益審判 寫貧窮人 這不是審判他 而是為他們打抱不平 這了解好 這不是說窮人要審判 不是 而是說為窮人審判 為窮人達到公益 必正直判斷地上的困苦人 以口中的賬 擊打世界 以嘴裡的氣殺死二人 他要怎麼樣打敗二人 我們說從嘴裡的氣 以口中的賬 這個 這是一個 我們說這是一個比喻 是一個symbol 一個象徵 象徵的是什麼 這個人是怎麼樣治理世界的 用語言 用語言 對不對 從這裡一開始看到 他是聰明智慧 有謀略的靈 能力的靈 沒有談到是打仗的靈 沒有看到過 然後呢 他談的是判斷地上的困苦人 幾大世界呢 都是這種口 那種說話 他的全的話語的道 來對付這個世界 OK 這個就是說 你說是全 他的全美 從他的話而出來 而不是靠暴力 OK 那我們看上面這一段 他用利劍孔中吐出來 用這個劍擊打烈國 這是真劍嗎 他怎麼樣打敗這個烈國 這是神的國度怎麼樣贏的 耶穌真的是以後要用暴力來贏嗎 他怎麼低 他原來怎麼打敗那個龍呢 剛剛我們看12章的時候 龍怎麼會從天上摔下來 還是耶穌的血 對不對 耶穌在施加的血把龍擊敗了 耶穌死而復活把龍擊敗了 那以後他會打仗的時候 還是要打仗嗎 這個OK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OK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個除了這十 以下耶穌十一章一節以外 另外這段經文的應用 是詩篇第二篇 他必用鐵杖治理他們 那鐵杖我們都知道 這是 他是詩篇第二篇來的 受告者說 我要宣告耶和華的預知 耶和華對我說 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了你 你求我 我就把列國賜給你做產業 把全地都歸屬於你 你必用鐵杖擊打他們 好像打碎淘氣一樣粉碎他們 OK 比如說這個地方呢 比如說這段經文 又是從詩篇第二篇來的 這詩篇第二篇的這個受告者 他是神力的密賽亞 OK 那這個人我們很清楚知道 這一定是在談耶穌了 對不對 因為這段經文其實以前已經用過 這個鐵杖這段經文已經用過 OK 有沒有問題 是那個劍從頭裡吐出來 好像是要用畫質 是 可是馬上他現在又說 變用鐵杖 對 又是好像武力了 對 可是這個鐵杖呢 在應用詩篇第二篇 談的是 他是神之力的伊賽亞 OK 可是 其實我們等一下看 他怎麼打敗他們 繼續看七七太陽就好 還沒看完 因為這段還沒看完 鐵杖好像代表用鐵杖 好像是 是代表是代表用鐵杖 對 可是你還是可以用鐵杖來打碎 因此 重點是 這個是 是不是在談暴力 這是一個問題 OK 十七節開始 我們會更仔細的談 他早上打敗他們 我又看見一隻天使站在太陽中 向高空所有的飛鳥大聲呼喊說 你們來吧 集起來起來 覆神的大宴席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諷刺性的 因為剛剛前的大宴席 是婚姻 那是那個高陽和新娘的大宴席 對不對 這邊 現在又邀請神來 來覆神的大宴席 然後要請什麼 請一些飛鳥來 為什麼呢 可以吃君王的肉 江嶺的肉 壯士的肉 馬和騎士的肉 以及自由的 做奴隶的 大的小的 所有人的肉 我看見 那獸 和地上的君王 以及他們的郡君 都集合起來 要跟那騎白馬的 和他的郡君作戰 那獸被捉住了 怎麼做呢 沒行 然後呢 連同在獸面前 用歧視迷惑人 就使他們接受獸的記號 並且拜獸相當的假先知 那是我們剛剛以前看過的 有一隻獸 那有另外一個 迷惑人的 讓他們拜這個獸的 其實他們形容是另外一個獸 海上 第一個獸是海裡出來的獸 另外是地上的獸 那他們也叫他假先知 也一起被捉住了 他們兩個就活活地被拋在燒 燒著硫磺的火壺裡去 其餘的人呢 都被那隻騎白馬的口中所吐出來的劍殺 對不對 所有的飛鳥都吃飽了他們的獸 嗯 OK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影像從哪出來的 以西節書三九條四節 又是約翰在那邊 他幾乎每一節每一個影像 都是從舊約拉出來的 對不對 以西節書三九條四節 你必倒在以色列的眾山之上 你所有的軍隊和跟你在一起的萬族都必這樣 我必把你給各種食肉的飛鳥和田野的走獸做食物 人子啊 主耶和華這樣說 你要對各類的飛鳥和田野的走獸說 你們集合起來 從四圍聚集起來吃我為你們所預備的祭肉 以色列眾山要獻大祭 好叫你們吃肉喝血 你們要吃勇士的肉 喝那眾領袖的肉 就如吃公棉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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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些先知说话 你要去请那些鸟来准备 大宴席要来 这是神的宴席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故事 从以西节 故事呢 然后呢 约翰利用它 可是这个地方 差在什么地方 他们那些被杀的 又是被那个吐出来的剑杀 又问题又在那个地方 它吐出来的剑 是什么意思 我们一直谈的是话语 对 在旧约里头应用它 这个是一个话语 他是用话语来打败人 耶稣的话语 要打败这些他的敌人 怎么捉住那些兽 你说如果谈这个故事 是一个象征性的故事 那那个 兽被毁掉是什么意思 我们谈兽是帝国 帝国 受毁 被烧在 那个火 火湖里头去 是什么意思 对 如果谈的兽是 谈帝国 如果说罗马帝国 被丢在 烧在硫磺的火湖里去 是什么意思 对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其他的人 那些兽毁掉以后 这些人都是被你吐出来 被他建杀了 被耶稣的话语所杀了 他们是真的杀了还是假的 这边有杀掉 什么意思 对 对 其实这些 比较不清楚 这个象征 好像我们好像看到 是一个大屠杀的一个形状 可是 一旦思想以后说 这个 这个是屠杀吗 这个屠杀是 是 是怎么杀法呢 都不太清楚 是的 我想问一下 那个诗七节里 向高空所有的飞鸟 对 飞鸟指的是什么 对 它是应用 一系列书的概念 它不是谈真的飞鸟 而是说 有地上有很多军人要死掉 因此飞鸟来吃吧 比如说这是一个 对飞鸟说话 只是意思说 要预告一个很大的屠杀 对 是这个意思 而飞鸟不见得是真正 什么东西 对 我们说邀请飞鸟来啊 地上要吃了 那就是说地上的这些 有权柄的 这些罪恶权柄都被毁灭了 对 那 对 那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很高兴 就比如说飞鸟 因为它 因为紧接着十八节 它就是说可以吃肉 对 那就是说还是有对象的 这个飞鸟 什么样的象征的对象 等一下 因为说实在 这些人是谁呢 对不对 因为反神的 然后有耶稣的 神的人民呢 他们 不会去跟他吃 他们不会去吃这些肉 对不对 因此我想这个地方只是一个 我们说说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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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那边 邀请鸟来吃 意思说 要有大屠杀 而不是说真的说 有真的鸟是什么象征谁 而是鸟在那边飞翔 尤其我们谈的那些Vulture 就是专门喜欢吃死肉 失守的那些鸟 它们在那边就是象征要有屠杀 因为现在呢 神说 象征死亡 因此你们来吧 来我们给一个大宴席 对不对 重点是呢 是毁灭 对 可是可能这毁灭是什么样的毁灭 不是很清楚 这种看法 往往会给人家感受到的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屠杀 那种场面是相当恐怖的 对 对 根本 根本跟我们在讲的前面的神的那些 慈爱怜悯或什么这些东西 已经远远的 远远的不见了 对 就是到了后面的那一段时间里 那看见的是死 就是死 那个死亡 就是一个毁灭的那种感受 对 就是有人说 那这个神在慈爱上哪去了 我们说第一点是要审判 是公正的 对不对 刚才前面谈的是公正的 可是第二点我还是有种说 他们这个 他们这个没有谈 他们 我们说英文叫做Bloodthirsty 中文是怎么翻的 好像很 怎么样 Bloodthirsty 你们知道吗 就吸血 鬼啊 吸血 就是说他们意思是说 很喜欢看 很喜欢看到血 他们对有些人 他们喜欢暴力 他们喜欢毁灭 他们喜欢看毁灭 他们喜欢看人被杀掉 OK 他们在那边看着神死 好好玩 拍手 对不对 这Bloodthirsty 神的国度 你看这个国度 真正形容 他们打败的时候 几乎没有 捉住了 受被捉住 怎么捉都不知道 第二 是嘴巴出来的剑 只有一个剑 不是一大队在那里杀了 大作战 一个马骑在前面 后面大队马跟到后面 穿着细麻衣的 根本不能作战的衣服 去那边大群军人作战 然后呢 一个刀 从嘴出来的 是话语 然后把他们杀了 真的熟吗 不确定 这个战争 它把这个 我们普通战争的影像 把它转变了 你要幻想这个战争的情况 还不能不容易 对不对 不能不容易 从这里 我们开始看第二十章 看 看看第二十章 我又看见 那很多人把十九章和二十章连在一起 他们说十九章耶稣来了 二十章是千禧年 因此十九在二十之前 可是有人说呢 其实你看 我又看见 这个看见 就好像一个新的意向的开始 因此十九和二十不是连在一起 因此问题出个地方 比如说十九和二十是 主也来了 然后千禧 千禧一千年呢 还是十九和二十是两个意向 根本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先 先谈一下这一段经文 我把这段经文先念一下 我先念一次 然后我们再可以讨论它一下 我把它仔细讨论 我又看见 一位天使从天上降下来 另外一个 然后手里拿着 无底坑的 是什么写的 钥匙 钥匙啊 钥匙和一条大锁链 它捉住了那龙 那骨蛇就是魔鬼撒旦 把它困绑一千年 那天使的把它呢 抛在无底坑里 关起来 封上印 使它不能再迷惑列国 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 必须暂时释放它 我又看见一些宝座 不是一个宝座 一些宝座 有人 好多人 坐在它上面 他们得了审判的权柄 我也看见那些 因为这耶稣做见证 并且因为神的道 而被 是砍守是不是 斩守的人 的灵魂 他们没有拜过 受和受相 也没有在 额上或手上 受过受的记号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 坐亡一千年 其余的死人 还没有复活 等到那一千年完了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这头一次复活 有份的人是有福的 圣洁的 第二次的死 没有能力挟制他们 他们还要做神的 基督和祭司 和他一同坐亡一千年 一千年完了 撒旦就从 坚中被释放出来 他要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 就是哥哥和马明 马各 对 看起来 不是马明 马各 因为是马各 才对嘛 因为怎么就变成明了 他那是马明 可是我这写的是马各 真的 那怎么会变成马明了呢 应该是马各 怎么会变成明呢 OK 我不管了 敲字 可有可能 明和各就差一点 这是敲字的问题 它那问题 OK 使他们聚集战争 他们的人数 好像海边的沙那样多 那么多 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 围住了圣徒的营 和那门爱的城 就有火从天上架下来 毁灭他们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被抛在硫磺的火壶里 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 他们比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那和坐在上面的那位 天地都从他面前逃避 天地跑避 再也看不见了 我又看见蛇的人 无论大小 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都张开了 还有另一卷 就是生命册 也张开了 死了的人 都凭着这些案件所记载的 照着他们所行受审判 于是还把其中的死人交出来 死亡和阴间 也把其中的死人交出来 他们都照着 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 也被抛在火壶里 这火壶就是第二次的死 凡是名字 没有记载生命册上的 他都被抛在火壶里 这就是启示录 从第四章第五章 到现在的一个结尾 21、22开始 新耶稣上的新天新地 成了世界的完全改变 这地方结束了这个地方 这一段经文造成了 不知道多少问题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图 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为什么他就对这个蛮熟悉的 上面是我经常 第一个是我经常谈的 然后这个经常谈的 有人说那其实谈的是 就是最后这一部分 对不对 神要来的这一部分 那我把它画成一条线 其实需要多画一些 要细节多一点才行 那这个图应该 我想大家也比较熟悉的 因为大家可能听过 我们谈的是说 叫千禧年前论 千禧年前论的意思是说 有一千年 叫千禧年 钱的意思是说呢 耶稣要千禧年之前 要回来 因此就是要做千禧年前论 千禧年前论还分 OK 我说不能分两种 我说分两大种 因为这里头呢 里头会有很多很多细节 因此你听每个人讲的时候呢 都不太一样 细节都不太一样 我只把它分成两大个 大个 那个category OK 两个大组 第一组我们叫做 患难后的组 OK 耶稣是患难后来的 那他的观点是呢 快要到历史 快要到这一天的时候呢 有大患难 世上的大患难 这等于说 我们看起司徒 谈到那些患难呢 都是他最后历史 快结束的时候呢 有很多很多患难 然后呢 耶稣来了 耶稣到了以后呢 有千禧年 在地上有一个 国度 一千年 耶稣和他那些 基督徒呢 一同治理这个世界 然后呢 最后面会有一个反叛 然后呢 最后的审判 神的国度完全来到 新天新地 都从这个以后开始 这是千禧年前论 患难后的了解 这个我想大家蛮熟悉 可你们可能更熟悉的是这个 是千禧年前论 世代论 那世代论又有更多很多不同的解释方法 和他们的系统更多 他们的观点是这里 他们把铁索農家后书那一段 关于教会被提的股市呢 把他加在这里头去了 你看看注意到没有 教会被提这个概念 在其事里头没有 他们把它加进去 他们说呢 耶稣会第一次来呢 在天上来 来一半 教会信徒呢 提上去 然后呢 大患难 那么耶稣会教会再来 千禧年 最后审判 大家先天先地 看 这两个我想大家蛮熟悉 对不对 这我想你们听过 时代论英文怎么说 Dispensationalist 对 因此 现在在美国 最出名 最受益 不能算现在了 我想 7080年代 90年代 最多人都说是 他们都是 Premillennial Dispensationalist 就是千禧年前 时代论的人 很多 比如说千禧年前 就是Premillennial Millennial是1000 1000年 Premillennial是 在千禧年之前 耶稣回来 然后时代论 这个概念 在 大家很 我想在中国教会中 我想大部分都是这个 这个Dispensationalism 跟那个达拉斯神学院 很有想想 对 跟以前很有想想 现在达拉斯 不太注重了 对 可是这个我觉得 这个跟达拉斯神学院 跟这个有关吗 很想想 跟千禧年 就是时代论 本身就是 跟千禧年有关系 对 对 比如说Dispensationalist 时代论 会把千禧年 包在里头 它是时代之一 时代论里头 其实把教会和耶稣 以色列分成两个 因此分谈的厉害 对 那很复杂 我们不谈 现在不谈 那我现在 先前期介绍这个缘故 因为我想介绍一些 其他的论 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的 第一个叫 无千禧年论 千禧年 没有这个东西 在启示里头 只是一个 象征而已 它象征 整个教会时代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既然没有千禧年 也不会说耶稣 在千禧年之前来 或之后来了 而是说千禧年 是最后再来 耶稣再来 最后是同一时间 这样子 这就是无千禧年论 我们可以想象 谈一下教会历史 好不好 差不多一开始 第一世纪 第二世纪的时候呢 就有些人 读起 试图开始谈这个千禧年的问题 差不多第二世纪的结尾的时候呢 第三世纪结尾的时候呢 他们就有一个人 叫Montanus 他是很相信心的 他是一个先知 他很相信 他有直接 他其他几个先知呢 神与他们直接的 跟他们通训 他们跟现在的 我们说那个 灵验派有很多 有些多相像的地方 他们相像的地方 他们呢 他们就看这个圣经 他们就开始谈 这个千禧年 他们就开始应用 这个启示录呢 来算时间 来做预言 因此 在第三世纪结尾的时候呢 他们跑到 跑到耶路撒冷去了 在那边等 穿着白衣服 在那边等 等了那天 也就是没来 所以第三世纪就开始发生 应用启示录 来读历史 来找时间 就开始发生 那时候呢 不只是Montanus 有其他的 蛮重要的一些 基督教的领袖呢 都会教这个 千禧年的事情 可是呢 有几个重要的人 我想阿布图斯丁 和其他几个 像Council Nicaea 就是那个 那个大会 他们就开始说 这个不对 这个有问题 我们不能 这个启示录不是这样用法的 不是他们不像这样读法的 他们就开始 讲清楚 启示录的千禧年 不是这个意思 OK 因此从教会 从第三世纪开始 变成五千禧年 论 基督教会 OK 有人说 你教的东西没有人听过 我教的是最传统的 OK 从这个 从第三世纪 第四世纪 一直到 宗教改革 路德加尔文 都是五千禧年论 都是五千禧年论 没有改 一直 差不多 到了 十七世纪的时候 十八世纪的时候呢 有个新概念出来 叫千禧年后论 千禧年后论呢 跟着你很相像的 只是说呢 教会教会 历史走走走走 到最后面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 这个世界呢 会越来越来越基督化 然后呢 教会突然间会进入一个 一千年的 好像教会完全美满了 世界完全改变了 社会完全是 是基督化 这个十八世纪 十九世纪的时候呢 像尤其在西方的 西方的 像英国 美国 这些国家呢 他们在很大 大规模的改变 他们的 他们的社会 他们对神说 神在我们世上 这世界上呢 要往我们社会 是越来越基督化 越来越好 因此有一天会达到 这个千禧年的情况 达到的时候呢 最后呢 耶稣再来 最后审判 他们把这个改了一点点 在十九世纪呢 这个叫 千禧年后论呢 是达到巅峰 他们对社会 和人类的历史 非常乐观 他说 我们这些 西方的国家 我们又强 在世纪上很强 我们现在又会 把整个世纪呢 越弄越好 越做越好 达到 就做到千禧年 之后呢 耶稣再来 对这个 无千禧年论 和千禧年后论 有什么问题呢 他们把灾难放在前面 耶稣来之前 他那些灾难 全放在这个教会中间 然后呢 千禧年是 教会 做到这个 一个美满的地步 耶稣再来 因为他们对 他们十九世纪的 在学习在美国 基督徒 非常乐观 他们认为 我们可以在社会上 所建立圣的国度 我们需要给大家教育 Universal Education 我们需要把 大家不要喝酒就好了 因此把酒戒掉 修了宪法 他们说我们可以 修改这个社会 用基督教圣经的原则 道德 建立一个美满的社会 这是十九世纪 美国基督徒的 他们的方向 因此 尤其到 就是二十世纪 刚转的时候呢 这些基督徒 你看英国 德国 法国 美国 这些都是 那时候去控制 世界的大国 他们压迫中国人 他们不谈那种 他们说我们是基督徒 对不对 我们在社会 社会运动里面 不是啦 我们去中国是帮他们忙 这种态度 对不对 他们这些国家 没有我们的宗教 我们基督徒的品质 因此我们去那边呢 交给他们 把我们的社会 把我们的福音 传给他们 是为他们好 这是西方那时候的 十九世纪的态度 所以应用他们的神学 和基督教来支持帝国 帝国主义 我们说自欺欺人 OK 那 这个概念 在第一次大战 完全垮 对不对 你把第一次大战 你把德国 法国 英国 美国 苏俄 把他们打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猜看死在 那个法国和德国中地的 上百万的军人 死在那里头 用他们用 mustard gas 用那个毒气 互相残杀 你们说 基督教的国家 怎么会这样作战 他们一看出来说 所有的基督徒说 哼 整个世界 你说 一个整个的世界观点 转变了 几乎几年之内 千禧年后人就垮了 没有人相信这个 不可能了 你看他二次大战 把这个完全毁掉 你看到希特 是一个德国的基督徒 对不对 你看他们大屠杀的故事 整个西方完全转变 再也不谈 那个千禧年后人 那 千禧年前论从哪里出来的呢 17世纪 18世纪 有人开始谈这个东西 他真正开始强起来 就是20世纪 二次大战之后 二次大战之后 他有一个非常 我们刚说乐观 悲观 悲的世界观 对不对 你这完全世界观 你如果说这个是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 是越来越好 每放越上 还是每放越下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强的话 你会相信 千禧年后论 可是如果你说 我们看这个一次大战 看这个二次大战 大家就说 这个世界是烂掉了 世界是垮掉了 没有办法修好的话 他们说 这是完全合乎圣经的 对不对 要有大患难 然后再来 那又千禧年 这样做法 这样了解 因此从20世纪开始 尤其在北美 特别强 我们叫做千禧年前论 Premillennialism 这是非常新的 非常新 你说在教会历史中间 17世纪 18世纪 有人开始写 到了19世纪 20世纪 开始真正强起来 现在传到全世界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20世纪 是大国 因此传出去 去的那个 牧师 以宣教士 都是美国来的 对不对 那中国的教会 只听了这个 几乎没有人听 前面的两个 没有听过 对不对 因此会有人说 你这个教的 是从哪来的 我这样讲一下 是说我们不能 你不能说 因为它来得晚 就是错 对不对 你不能这样说 只是说我们需要 把它历史化一点 就是把它放在 我们的历史中间 我们20世纪 对世界的了解 使我们 使美国 比如说在北美 还是欧洲的教会 开始谈千禧年论 他们千禧年前论 因为他们开始说 这个社会修不好 这个社会是烂掉 是败坏的 因此会越来越坏下去 因此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在世上的救灵魂 其他的不管 因此很多教会 原来是教会 是注重孤儿的 注重社会上改变的 在1950年 540年 50年 60年开始 很多些比较保守派的教会 尤其是相信这种 开始跟社会脱离 他们说我们 只要救灵魂就好了 其他的我们不管 以前19世纪 在那边改变政策 改变教育系统 改变工作的那个规矩 不碰了一些 不碰了一些 你说文学有时候 我们谈默事论 对教会与社会的交叉 是真的有大关系的 你认为什么样的默事论 你会对这个社会 有什么样的行动 如果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要垮掉 要爆炸掉 要毁掉 要烧掉 有先天心地 那我去管它干嘛 我为什么要注重 环境保 environment protection 环境保险 不是保险 保障 保护 对我们叫creation care 神创造的要管理 为什么要管这个 如果 如果你那边 我们是climate change 天气跨掉 就开始热起来了 跟我们无关嘛 因为这个地球 马上已经会要坏掉了 因此没什么了不起 你会注意到 在美国 哪些区域 先行年前强的 会跟他们对环境的 你的态度 有关系 因为 坏掉就坏掉 为什么要不及 因此我说 末世论 你的末世论 对你的教会的行动 与社会的交流 有很大的影响 这是历史 我们看清楚 有没有问题 所以说现在 比如说在 我们这个地区 主流的教会 都相信哪一个人是 比如就 你要看哪一种 你要看哪一种 比如说 你看比较像 我们说是 像Mainline的 像Presbyterian 或者是 像长老会 或者是路德的 他们会走向 这种 A millennial 可是你要去讲 谈说福音派的 福音派的绝大多数 都是这边 都是这边 我们看 布拉克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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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克教会是 Evangelical Free 就是中文怎么翻的 这个不好翻译 它是一个教派之一 叫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America EFCA 这个派 你要去上网 去找他们的 Statement of Faith 找他们的信仰 你都写得很清楚 千禧年前 写得清清楚楚 你需要相信 千禧年前 才能够 算是 这个教派 完全接受他的教导 巴克教会 说没关系 对这个不重视 他说你 相不相信 都没关系 因此 如果你不相信 千禧年前论 你只要可以当长老 你可以当牧师 他们不管 比如说巴克教会 进入一个情况 说我们以前是 千禧年前论的 现在我们不重视它 因为我们对这个 解释的这种情况 我们开始改变 我们的态度 我们说在圣经 我们对这个社会 有责任 我们对这个社会 有责任 我们不能拼命 教这个东西 因此我们现在 我们可以 因此 巴克教来说 对这个千禧年前后 的问题 不重视 也不会说 你一定要相信 这个才行 毕竟一定要相信 你这个千禧年前论 想问一下 那如果是改革宗 就算是 改革宗 就多半 改革宗 这都是 二millennial 都是五千禧年 通常是这种 也可以 有人混在一起的 一人混 都有 可是我说 你会说 traditional reform 就是像 CRC的 他们比较会走 二millennial 对不对 你看那个 比如说 正统改革宗的 那些神学家 他们通常 比较会是 我是说传统 不像什么 有些现在是 混混在一起 这边凑一个 这边凑一个 可是 RCA CRC的 可能多半 都比较是 五千禧年论 对 几个 我们现在 比较熟悉的 这些教派 可是福音派的 尤其在美国的 南部和西部 都是这种 印象力很大 我上次 有看了一个 一个比例 说 美国福音派的 80% 是七千 现在是年前论 这是差不多十年前的 我现在不要改 现在不要改 年轻的 尤其在年轻的一代 可能对这个不重视 可是 之前 差不多两千 两千年的时候 很注重 OK 我只说这是新的 我教的是旧 OK 那我们 我们看这段经文的话 我想我没有办法 全把三个都这样解释 我 我先退一步 我先猜猜猜 我的看法 这段经文很难解 OK 你三种解释方法 都有问题 都有很大的问题 因此我只能说 如果你 因此我说我不知道 我想最好的答案是 不太清楚 不知道 可是如果你要逼着我 说哪三个都哪个 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五千显乱 比较好一点 OK 我会觉得说 这个比较 合理一点 可是你说 那有这么多问题 我说对 我点头 这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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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答案吗 没有答案 OK 我说我会跟你讲回答 因此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说这个解释 完全了解 解释这些经文 没有办法 可是我知道 其他的解释方法 问题更多 更复杂 更大的问题 OK 那我今天我就想用 用这个五千显年论 来解释这些经文 有些地方你觉得说 这个有问题 OK 我同意 OK 第一点 天使从天上降下来 他有个钥匙 然后呢 把那个屋底坑 那个里头的一个锁链 他把那个龙捉住了 那个龙是撒旦 对不对 龙要关起来 捆绑一千年 这是第二节写的 龙是撒旦 象征撒旦 那捆绑是什么意思 是象征还是真的 如果龙是一个象征 捆绑 它一个锁 对不对 它就有一个大锁 练锁 这是visual 对不对 你们真的相信 撒旦会被一个锁关起来吗 不可能吗 因为这也是象征 它象征 因此这个捆绑 是什么意思 是象征什么 如果这个也是象征的 那一千年是象征还是真的 一千年 也是象征 那象征是什么 对不对 如果是一个影像 看到 而且又问到问题 约翰怎么能看到捆绑一千年 这个意象是一个很奇怪的意思 它怎么看得到捆绑一千年 对不对 还是说它就知道 因此我们说 这里头的细节 都是象征 那为什么大家要谈整整一千年 这个号码 它象征什么 这是一个问题 我看 第二 这个它要关起来 封上一眼 我们也不相信真的有焰 我们不相信真的有无底坑 真的有无底坑 对不对 这些都是象征的 都是象征的 那还有 关起来还有一个焰 它不再迷惑列国 又等一千年完了以后 它要释放它 这一千年 象征 释放是象征 象征什么 你看到问题吗 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 有好几层的象征 前面看到是那个银 银女是不是 不对 银妇 银妇是一个它看见的 它象征什么呢 它解释它象征巴比伦 对不对 可是我们说它象征巴比伦 其实巴比伦不是巴比伦 巴比伦就是罗马 对不对 可是其实罗马也不是罗马 罗马是象征所有的帝国 四层 四层 看到淫妇象征巴比伦 巴比伦象征罗马 罗马象征所有的帝国 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呢 这种从哪一层跳到哪一层 是非常复杂的 而且不容易决定 对不对 因此我们很多人看这个经文 他们就说 哦这是这个就是这个 我说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一千年就是一千年 可是龙不是龙 对不对 这个问题的这一部分 OK 那 我们看一下 这个钥匙的问题 第一章十七节 我看见了他 这是耶稣 就扶倒他们的脚签像死了一样 他用着右手按着我说 不要怕 我是首先也是 我也是末后的 也是永活的 我曾经死过 看了 现在又活着 只活到永永远远 而且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这个钥匙 跟那个无底坑的钥匙是不是一样 不见得是一样 可是好像跟他有关系 这就是控制钥匙的能力 对不对 这是第一 这是第一 下面一段经 我们看到钥匙了 无底坑的钥匙来了 第五位天使吹号 我看见一颗星从天上落在地下 刚刚说的星 最后象征的是撒旦被拽在地上 然后由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 赐给这个星星 让他能够把无底坑打开了 从坑里就冒出来 有大火炉的烟 太阳和天空 因着坑的烟都变黑了 这是第九章的故事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好像撒旦被摔在地上 然后他呢 好像有权柄控制这个东西 可是我们前面前面看到的呢 是他是被另外一个天使所控制住 比如这个撒旦有控制权 又被 好像又被控制 如果这两个是谈不同的东西 如果谈同样东西的话 那好像是 又被控制 又有权柄 如果是两个不同东西的话 那是这里是 没权没有权柄 而这里是 它是有权柄 这个东西是 这个先发生 这个再发生 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它被捉起来 然后放到这个洞里头去 我们再看一下 天上发生了战争 我们看一下 看的都是以前看过的经文 弥迦勒和他的天使与龙作战 龙和他的天使也起来应战 龙却抵挡不住 天上再没有他们地方了 因为那大龙被摔了下来 他就是那骨蛇 名叫魔鬼 也叫撒旦 对不对 是迷惑普天下的人的 是迷惑普天下的人的 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天使跟他一起 必摔下来 对 这段经文跟那段经文 有没有关系 是什么样的关系 OK 比如说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这个 如果这个故事 不是 不是在谈 最后面一个特殊情况 而是又回到原来的话 那这谈的是同一个故事 你说 无千禧年论的人 他们说 其实这个故事 千禧年谈的是 整个教会系统 因此千禧年的开始 是什么呢 是撒旦从天下被摔下来 你说这个是重复了 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你说 我们看的第九章一节 第十二章七节 和二十章第一节 谈的都是同一件事 可是有不同的细节 那你有不同的了解 那你说 这个明明不是同一件事情 对不对 这个地方 他给他权柄去迷惑世人 这地方他没有权柄了 你怎么能说 教会历史中间 撒旦没有权柄迷惑人 对不对 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第九章那一段 你们注意到那时候 对不起 九章 刚刚是一章二章 第二章对不对 它是开了无底坑 然后呢 这是 这个星星在地上呢 得到的钥匙 有控制 然后要攻击人的时候呢 可是有话吩咐他们 不可伤害地上的草 和所有清脆的东西 以及所有的树木 也只可伤害那些 而上没有神迹印记的人 有没有记得 这个 这个在第九章 星星被摔下来的时候呢 他的地上攻击 可是他被限制住 他有限制 就算在他在地上攻击的时候呢 有神的权柄在他身上 他已经被控制了 他被限制了 那 等于我们解释的时候 我们说 这一段经文谈的 捆绑 是一种 限制 是一种限制 你说 在教会历史中间 魔鬼哪有受限制 耶稣 耶稣复活以后 他被下来了 可是我说在教会的历史中间 你们觉得说 撒旦有被限制吗 魔鬼有被限制吗 我们说 没有啊 你看世界的乱七八糟 你看世界的败坏 你看世界的乱 你看教会都被受的疑惑 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看 限制 迷惑是什么意思 迷惑在这段经文里头 是很清楚的 我们看最后一段 对不起 我们回到 我们回到这一段 你看到 二章第七节 撒旦要被监牢 被释放出来 他要做什么 他要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 这个迷惑 不是普通的迷惑 不是说 迷惑啊 我骗你 而是要迷惑神做什么 他们要狙击征战 然后怎么样呢 他们要围造住了 圣徒的营和蒙埃的城 他们要跟世人作战 要跟圣徒作战 要把教会完全毁掉 比如说你谈这个 如果我们回到前面这一段的话 如果谈迷惑列国 我们用最近 刚刚下面第七节 来解释它的话 这个迷惑不是一个普通迷惑 它的迷惑是一个 要毁 要利用世界的权柄 来毁掉教会 这个行动 对不对 这个让我们回到第十二章 记不得 它那个龙要跟那个女人 妇女作战 可是那个妇人呢 被救走了 他碰不到他 他杀不了他 对不对 我们说在教会 在这个奇事里头 一段一段又出现的是 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帝国呢 要攻击教会 可是教会里头的人 也被保护住 又受压迫 又受保护 这就是这个 被捆绑的意思 这个龙被捆绑 他不能够 怎么样呢 毁掉教会 他想 可是做不懂 但我们看说 如果是这个意思 迷惑的意思的话 那你看教会的历史 在这两千年来 一开始受到的压迫 犹太人的压迫 没有毁掉 教会继续起来 受了罗瓦帝 我的压迫 压迫 最后什么 没有毁掉 再抢 继续抢起来 然后现在 多少多少国家 想要杀掉基督徒 毁不掉 因为魔鬼 想要这样做 他被捆绑住 给他做这个东西的权柄 把他拿走 他没有办法 把教会毁掉 有没有问题 就是说这个 就是那个无时代 没有没有千禧年论的 对 关键是这里讲了 有个一千年 就有个 这一千年以后 有个区别 就前面有不一样 对 前面和后面不一样了 那个没有千禧年论的话 那个时间 祝福这个 指的这个时间段 就一 前面一个东西 前面就从耶稣复活开始 从耶稣复活开始 这个千禧年代替 就象征教会的时代 因此一开始 千禧年一开始 这个魔鬼 就被抓起来捆绑 所以这个千禧年 就是从耶稣复活开始 对 他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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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 那这以后 千禧年之后 这个魔鬼又被释放了 你说这个 我们等一下谈了 我们等一下谈一下 等一下再谈 你说这个 那段经文是谈的是 最后的一个 是什么 所以他谈像 它是一个 我们等一下再谈 我们等一下再谈 我意思是说 你了解 我了解的意思 千十年的启发点是 耶稣复活开始 他象征魔鬼被捆绑 然后他 他想毁掉这个教会 他毁不掉 OK 那他会 有 结束的时候 他有 他是 这边有台词 一千年结会的时候 有一个 释放的时候 OK 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谈一下 对 等一下会看到 因为我们还会 他会被完全显出来 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情况 OK 有没有别的问题 因此一千年 又是一个象征的号码 十乘十乘十 没有把他完全毁掉 不是 已经到了这个 这个情况的时候 然后他仍然在 后面还是要给他有 有力量来 来做恭喜教会 这个 这个 这个许可 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看那段好了 因为等下 从第七节开始要看那一段 因此我们把那段留下来 好不好 我们先看看这一段 然后等一下 我们还要看第四节 因为第四节到第二节 更复杂 更麻烦 他教了一个很奇怪的概念 叫做第二次复活 第一复活 第二复活 等一下我们看那段 有没有别的问题 就是前面这三节 对 对 等于说千禧年象征的是 教会时代 等于说整个这个 对 等于说没有千禧年 没有真正一个千禧年 一千年 而说整个这个时代呢 都被这个千禧年所象征 从耶稣 复活到耶稣再来 没有一千年 所以所谓的千禧年 就表明说有喜 在里头就对 这千禧年是一个 中文翻译的问题 这中文翻译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因为英文 只有一千年而已 没有喜在里头 这是一个中文翻译的问题 没有喜在里头 我只是用这个词而已 我还讲的也可以有喜 就是因为有耶稣的圣灵的保护 就是你现在有灾难 还是有喜乐的事情 对 你可以这样说 比如说我们先行也不错 说实在 重点是在这里 也是一千年了 就是一千年 对不对 OK 那我们看这段 第四节开始到第六节 介绍一个新的一个概念 我先退一步 在圣经里头 没有任何地方谈到一千年 除了这一段以外 没有任何地方谈一千年 除了这段经文以外 没有谈到两个不同的复活 这也是问题 这段经文 我们在启示里头谈到不同的象征里头 他谈到两次的复活 我们先读一下 我刚才读过以前 再读一次 再读一遍 我又看见一些宝座 有人坐在它上面 他们得了审判的权柄 我也看见他们那些 为着替耶稣做见证 并且因为神的道而被 斩首的人的灵魂 他们没有拜过寿和寿相 在额上也没有受过寿的记号 他们都复活了 他们复活了 他们一同作王一千年 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他们等到那一千年完了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那是不是第二次 还有第二次 对不对 那头一次的复活 有份的人是有福的 圣洁的 第二次的死 没有能力挟制他们 他们还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 和他一同作王一千年 这个比较麻烦点 那你如果说我是 我们谈是一个千禧年后的 前的人 他们说那他们可以谈说 有些把这些细节 有些是之前复活 有些是后面复活的人 你如果我们教的是 无千禧年论 那这些人这段时间 我们教的是一个复活而已 对不对 我们教的一个复活 而且这一个复活 在整个圣经之后 只有谈一个复活 除了这段经文以外 没有一个方谈到双复活 有些人就说 这第一个复活 是一个灵性性的复活 而不是身体的复活 第二复活是身体的复活 第一个是灵性的复活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一千年这些坐在宝座上的人 是已经死的 你说是为神殉道的 或者是在他们象征所有基督徒 他们死后 与神 与耶稣在天上做王 你说他们在什么天上做王 那我们从第四章 第五章 你看到 那个羊羔 羊羔 羊羔 好像被杀的这个羊 复活了 他已经当王 他旁边的一些长老 但都在旁边 都在那种当王 但是这个倾向 你说 已经在做王 教会 耶稣和教会 在耶稣回来之前 已经当王 这是启示度的启发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些人是不是代表教会 或者是代表所有的基督徒 还是只是小部分的人 这不太清楚 因为又是象征性 而且只有是被 干涉 只有干涉的人 可以去做个宝宗吗 又解释不同方法 有人说是为耶稣提做见证的 这是一群人 另外是被遵守的人 又是一群人 又是没有拜过寿的一群人 或者是没有四种不同的人 全包在一起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在所有基督徒都算上了 对不对 可是有些人说 这四个全是讲 一群人必须要四个都有才行 是顶着基督徒里头的最棒的 而且一定要没有头的 这个是真的指没头的 被砍头了 只是说被杀的那意思 对 占手是砍头的那意思 这个时候就是 对 有点错了 有点错了 他们有人这样说 那那为什么谈占手呢 因为占手是 罗马帝国他们的时候 杀公民是 他们杀外邦人 也不是野蛮人 他们叫barbarians 野蛮人是十字架 可是罗马的公民是砍头的 占手 因此有人说 这个代表好像是 神的国度的真正的公民 其实我摸不出来 我觉得说 这个非常蛮复杂的 是不是只有部分的基督徒 在天上与神 有一个灵性的复活 与耶稣一同一同一同在那边治理 第五节写 七个死人还没有复活 对 死人 等于说 如果七个死人 他不是说不是基督徒 他的意思是说 他的意思是说 等于说有一种解释方法 我觉得还可以 因为这很困难 你不管你是哪个论的 这都是困难 因为你要开始教两个复活 是很大的问题 这今天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方法 可是我说 如果你是不相信迁徙论 你是无迁徙论的人 你会说 OK好 基督徒死后有个灵性的复活 他们在天上与神一同坐在宝座上头 等着整个教会的历史经过以后 这是整个教会的历史 他们与耶稣一同治理 他们做祭司 他们是 他们复活的是一个 是有福圣洁的生活 然后呢 第二次复活 是那些其他剩下的 不是基督徒 不是圣徒 不是基督徒 不是基督徒 是的 是的 有快许吗 当然有快许 这可很快许 不容易的解释 我对这个我不满意 你现在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嗯嗯嗯 那就跟人家讲说 你圣徒一死了 马上就到跟神同在 宿有道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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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不是说 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那个 强盗 我知道你今天 对 没错 所以那就等于 就是这个 就是这样解释方法 他们就很多人就是这样解释方法 死后马上与神 同在天上 当王宝座 然后呢有第二次的复活 是身体的复活 有人这样说 因为他把这段经文拉进去 应用这段经文来解释这段时间 可是这里头又有一些问题在那里 那记台底下的 那个在等候的 那个 那些灵魂是谁 又从哪里来了 对 比如说为什么他们在记台底下 然后这些人好像没有在记台底下 他们在宝座上 还是记台底下和宝座是同样的人 因为那些也是受为耶稣殉道的人 对不对 如果他们在记台底下 他们是不是祭司 对不对 比如说你用前面的那一张 它有一个不同的形象 这边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形象 你可能不能把它凑在一起 只是传不同的 在记台底下好像是受保护 然后像神说 求你来给我们伸冤 对不对 这边是一个胜利的宝座 那这两个不见得是冲突 只是给你一个不同的影像 来象征不同的 不同的Different Dimension 你说你说死后基督徒的生命 有一是一个求神神约的生命 也是一个当王当祭祀的生命 给你不同的影像来形容 同一个情况 这是可能的 我就是问那个 也没有在额上或手上 受过那个有记号的 这个是指的 应该不是基督徒还是基督徒 这就是基督徒 因为那些不是的都会盖上 那个受的号码 是不是的盖上 对 不是基督徒的盖上 噢噢噢噢 是的是盖是神的焰 你记得有神的焰和受的焰 记不记得 对 对 比如说这些谈的是受的记号 噢这个是受 对 噢OK 就受的记号 因此有神的焰 还有受的焰 那受的焰是另外一圈 对 我这样解释 我不是完全高兴 因为这个复活这个字 这里复活谈的是灵性复活 后面又谈到是另外复活 谈到是身体的复活 有人这样 有很多人这样揪 我不是完全满意 可是 我觉得任何人要谈两个复活的教导 都会出很大的问题 在圣经的教导 复活的教导 复活的教导是很大的问题 你等于说你不能 这一段经文 不能把它用来当 我们教复活原则的一个基础 因为太困难了 而且太多象征 就是说 其他的清楚的经文 没有谈过双复活 你这个问题不只是 是无千玺论论的问题 是所有解圣经的问题 解创世纪的 不是解启事论的问题 都会变成这个问题 这个头一次的复活 是说一些人是在那时候复活 是说每一个人又复活两次 他的意思是说你复活以后 你就不会再死了 你没有第二次的死亡 可是呢 可是有些人没有复活 两次复活 可是第一次复活是 因此问题在这里 如果你要说 只有一个真正的身体复活 就说他这好像是说 每一个人只复活一次 但是有些人是前面 前面有些人是后面 对是这个意思 就是有些人这样解释 有些人解释说 有些人先复活了 然后他们复活有身体 然后他们坐在这个宝座上头 然后后面呢 又有另外一圈要使用身体复活 OK 这个教德 其他圣经的没有 这是最大的问题 然后谁先复活 什么时候复活 为什么他们复活 一开始他们才说 这些人哪些是 是到底是哪些人 是那些没头的人 还复活 还是 其实 希律徒都复活 很麻烦 OK 这个麻烦以后 我们才跳到 这下面这一部分 但是复活 不一定是死后复活 那我们信的主 就从神的生命 对 这不是复活吗 以而可以这样说 因此他们才 灵性的复活 就是这个意思 对啊 灵性的复活 不是死 身体死了也复活 对 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解释 比如说你这样解释的话 得说这些人 都是灵性复活的人 他们已经活起来了 然后其他人没有活 他们灵性没有活的 因为他这些活着 就跟神在天上 当作宝座上头 可是他们还要经验 身体的复活 这是这样解释方法 第二次死 通常讲是灵性的死 灵性的死 比如说第二次复活 有身体 有灵性醒来 可是还有灵性的死亡 对 对 一千年完了 为什么有这段经文 撒旦 第一点我们看他说 撒旦出来的行动是什么呢 他要迷惑地上的四方的列国 要来怎么样呢 完全地毁灭圣徒 对 他要招一个军队 人数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 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 围住圣徒的阴和那蒙埃的神 他的城 他们要毁掉教会 那这个段经文是 讲的是一个象征 真正要发生一件事情吗 在教会历史最后一部分呢 有一个完全要毁掉 基督教会的一个战争吗 还是象征撒旦的 他的 怎么讲法 他的意念 他想做这个事情 他是他的 他为什么 他被关起来那么多年 他出来还是要这样做 他只是 这个撒旦是坏到底 他反神反到底 那你这样 比如说 这个象征的意思蛮麻烦 我刚刚这几个解释 是两个不同的解释 一个是 在教会历史中尾 有一个要完全 要有一个大的战争 要攻击教会 还是说 这只是象征 这个撒旦的意图 撒旦是反神反到底 意思就是 关了一千年 他还是要攻击到底 这是不是相信 象征一件事情 因此我问的问题 我问一个基本问题 耶稣可以明天晚上 今天晚上来 可以 那这件事情放置在哪里 是基督来 就是基督来以后 在这个再发生 那如果 那我们说 基督来的时候 如果你说你相信 基督可以今天晚上来 然后之后呢 有这一千年 那之后还有战争 对 最后这个问题 就是谈在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 是不是一个真正的 一个事件 还是一个象征 它象征另外一个东西 它象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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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旦的 对 对神的反抗 到底的精神 我这里也是有问题 是 这一千年 不一定是一千年 但是是不是有一个 时间上没问题 你看 一开始 撒旦摔在地上 对 但是呢 把这个无底坑 那个钥匙给了它 对 所以一之后 它把那小鬼都放出来 对对 然后那些烟包 那个扎的 都传这个攻击 对对 在逐乱 咬人扎人 对对对 然后呢 后来又把它捆绑起来 对 后来吧 还是同一件事情 无不当 对 然后呢 又把它放出来 对 它又开始迷惑 在那之前迷惑 在之后迷惑 那么这个 是不是有一个 时间段 对一千年是这样 我说不一定是一千年 就有一段时间 对 是不是有一个 时间段 对 你这观点就是 它不是个世界 对 我的观点是 它是一次又一次 谈同样的事情 因此 比如说 五千禧年的论 是说 从历史 是从耶稣復活开始 之前 它是迷惑之人 之后呢 它一下来 它就被卡住了 它可以攻击 可是它被限制住 它不能真正毁掉教会 OK 这个限制 限制限制 就是到了 耶稣再来 再来就是大审 就是审判了 就是这段经文 到这个时候 中间其他 没有其他事情 中间有很多很多 患难 很多很多压迫 很多的攻击 都是魔鬼在 限制捆绑之中的攻击 这个意思 因此它又是有钥匙 又是被关起来的 这是一个矛盾性的 一个image 可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限制住的东西 所以说 我觉得你是说 这个一千年的开始 是真有这个时间 是耶稣復活的问题 对 然后呢 这个一千年的结束呢 实际上是一个 象征意思 不是代表一个 时间上的东西 而是说 耶稣要来 神的国度真的要来 是一个真正的 而不是象征的 对 但你这个对啊 一千年之后 因为它有这个 按这里说 一千年之后 魔鬼会再来诱惑人 对对对 但你说 就是说 这个实际上是不存的 就是说这个 对 再来诱惑人 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 再来诱惑人 或是限制的 对 对 你说它只是显出 它的性格来 这个故事用 你说它被限制住了 可是我们知道它 你说讲 这个魔鬼的故事 它如果要被放的话 它是它要做的一件事情 你说它这是一个显出诱惑的意思 这个诱惑人做什么 它是要毁教会 所以你说 这个魂绑还是释放 迷惑还是不迷惑 不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对 而是一个它的 这个行为或者是品格上的 两个dimension 对 这个撒旦是这种 这种是这种 它要毁教会 神对它也是有 又有束缚 又有释放 对 给它自由 给它释放 都是同时间的 并行的 坤绑和自由是并行 它要迷惑和被约束 也是并行 没有一个 可是这个是象征 它想要做的事情 对 可是它会 它会失败 对 就是这个问题在这里 OK 所以他讲的这个 所谓的千禧年 千离 事实上只是代表说 一个蛮长的 一个时间 教会的时间 世代 一个蛮长的时间 对 你看从这个的角度 那个 所以 主前被提 那个 什么叫 Pretrip 就是那个患难 大患难之前被提 对 患难之前被提 这是有精道理的 它把这个时间搞得很好 嗯 它是吧 其实那种很好 很好 大家很多 就是很多人 很容易接受 很容易接受 因为他们把那个字面看得进去 他们看字面 可是问题是 你一问 一开始问 这个是象征 那个不是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分别它 它整个系统垮掉 第二点 被提不在 不在习事录里头 嗯 你怎么从那边 找到这个被提的概念出来 对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概念 嗯 对不对 嗯 比如说这个 对于他们谈到 就是说千禧年 你怎么知道 哪些是真 哪些是 哪些是 象征哪些不是 这基本问题 嗯 OK 我也说现在 在教会里头 有很多教会 对这个 千禧年前的这个概念 越来越 他们的 像布拉卡一样 以前是从千禧年前出来的 现在对他没有 对他没有太大兴趣 没有兴趣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20世纪 进入21世纪 世界的改变 历史的 经验的改变 对下一代 他们的 深血的思想改变 他们开始说 这个 这种读法 在那边计算 什么时候发生 什么时候发生 把我们的 基督徒的生命 是全 全终视在 未来 而没有住在 现在 我们对社会的关系 与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世界 这个环境的关系 这个 这个地方 他的比较 他的不重视 他是大家说 我们谈这个干嘛 我们不谈这个 因此现在 有些教会还去教 还谈了很多 我知道 可是现在 像这样 reform 不谈这个 绝对不谈这个 一笔带过 就讲一讲就讲 讲一讲就过去了 不谈 不重视这东西 这不重视的东西 知道 不想 不像以前 还重视什么 他就知道多了 都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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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想我们之后再谈 这个比较长的问题 好 等一下 对不起 OK 最后办 宝座啊 其实这段经文 我们又有问题 又是问题说 你说 我们看这段经文 那你说 那你问说 像哪 可是像是哪 是真的 真的有白色的宝座吗 真的白的吗 还是一个像能行 我不管 以前那个 有红宝座 白宝座 还有人谈 谈这些细节的 真的有这些东西 你看天地要逃避 为什么呢 因为 新天新地要来 是21章开始 天地逃跑 这什么意思 我们下星期再看 因为我们要讨论 新天新地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想你下星期再说 你说这个 真的是一个新创造吗 还是跟现在这个天地 有关系 我们慢慢看 看不见 我看见死的人 问的大事都出来了 这次是一个审判 有两本书 一本是他的那个 案卷 看是他的人的生命 记载 另外是生命册 也就是我们 两卷在这里头 他的审判是靠的 那个案卷 可是呢 没有在生命册上的 都泡在火壶里 蛮奇怪的概念 对不对 有两本书 然后一个是有名字的 写在生命册上的 都不进去 另外全泡在火壶里头 可是呢 还是凭着那些案卷 做记载的 来受审判 我们时间已经过了 死亡和阴间 泡在火壶里 这个至少有六种 不同的意思 解释方法 很多人说死亡精神 OK 有别的观点 我们不需要解得太清楚 我想你把这一段 把细节分开 最后的审判 这一段经文在圣经里头 很多 你说交得很清楚 因此不是很大的问题 你说你看 单一里说有审判 耶稣谈审判 保罗谈审判 大基督谈最后的审判 因此这不是问题 这个地方不问题 就是前面那一段 这一千年出大问题 这一段没有问题 我们看其他圣经的话 很清楚 这些细节 我们不需要 不需要把它完全弄出 好的 这里最后的审判 是指对基督徒 还是对所有人 有不同的观点 我看这里头 是所有人 因为他谈到 没有记在圣经测上的 泡到火壶里 在圣经测上的就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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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意思是说 有在圣经测上的呢 就不泡在火壶里 在圣经测上的就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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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基督徒 这个意思 那火壶是真的吗 还是象征的 还是象征的 又是问题哦 刚刚我们刚谈到说 那个龙是要放在哪里 放在硫磺的火壶里 魔鬼能够被硫磺烧掉吗 对不对 比如说我马上一开始说 这个硫磺火壶是一个象征 象征是一个很不好的地方 可是到底是只有火吗 不知道 一个是我们说魔鬼是一个灵 它不是真的有身体的 它能够被火伤到吗 对不对 如果一开始考虑的话 那火壶就不是火壶了 是象征 这里也是象征 可是象征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知道是不好的地方 可是我们经常用这个来形容的时候 说火壶 OK 这个象征 好 那我们 请在这里 我们一起来 地上附身 我们只能承认我们的那些经文 这个时候 实在是很困难 我们 我们想了解它 我们想知道 可是我们更注重的是 不只是得到一些知识 而是知道 怎么样能够服从你 怎么得 得你的 得你的关系 能够荣耀你 我们求的是 我们对这个 我们这个教会 我们对世界的未来的历史观点 能够 在我们中间 启发一个心 让我们能够爱这个 我们的邻居 爱我们的教会 爱我们这个世界 爱我们的城市 让我们有一个牺牲自己的心 而不是一个 傲慢的心 谢谢你 我们 我知道我们读你的话语 你帮我继续说话 请你继续下去 继续让我们说话 用这些话语 跟我们说话 谢谢 道高奉一生的名 阿们